西肺案例 病情发作 每天疼痛不止 除了靠吸氧机稍微缓解外 别无他法 2020年 病情严重恶化 一年内进出医院五次 耗费大笔金钱 仍然无效 于是放弃治疗 打算回家疗养等死 王先生的女儿从网上得知原始点的条理效果良好 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 于2021年7月26日 由儿子陪同到公益中心寻求帮助 王先生无法自己爬楼上公益中心 得由儿子背上楼 上了楼还要休息十几分钟才能缓过进来 因为气短 不爱说话 吃不下饭 容易疲惫 还有眼睛流泪及痔疮的问题 第一次按推时 无法趴下 只能坐着轻轻按 浑身都是痛点 非常难受 志工按推后 呼吸问题立即得到改善 眼睛也不流泪了 之后严格遵照志工的嘱咐 每天温敷十小时以上按推一次 服用干浆五十克加身须三十克熬煮成的浓身姜汤 病情逐日改善 条理到第七天 王先生跟儿子去纪念馆逛了一下午 这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条理第九天 王先生走路不用人搀扶 不必走几步就停下来喘气 能自行上下楼 不用借助拐杖 精神状态好 爱与人说话 睡觉可以随意趴着 痔疮问题改善了 眼睛也不流泪了 条理回家后 家人看到王先生的进步都很欣细 觉得原始点好神奇 孩子们决定好好学习原始点 在家继续为父亲调理 让他余生不再受病痛折磨 活得宜然自在 原始点救命于无声无息 感恩张昭汉医师研发原始点医学 感恩志工们的无私大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